中国北京入秋以来已经经历三次重度空气污染 北京气象部门表示 今年10月中下旬到12月 有雾霾的日子将是近十年来同期最多的 而最近一位英国商人江森海也把脑筋冻到了这上面 他生产了一款号称北京空气的易开罐 外观还印上了有窒息危险的字样 这充满嘲讽性的易开罐 每瓶药价高达三英镑 折合新台币约120元 这另类纪念品一上网马上就卖出了几百罐 对此中国网友也纷纷调侃 这是贩毒啊 北京天气太恶心 对人身体肯定有害 想装病的人闻一下马上得病 不过这款产品虽然名为北京空气 但实际上却是在深圳制造 多久不过去做的事 遗免 我们下期见过去做的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